Fi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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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給你自己聽吧 今天十大日後關鍵字裡面啊 出現了一個讓我非常感興趣的關鍵字 什麼東西 就是 全美青春歡迎南高中生 好青春洋藝喔 真的 真的讓我想到以前在國外讀書的時候 想像在看Gossip Girl 好好看喔 我超級喜歡裡面那個Nate Archibald 不是啦 到底是外國高中生真的很好看啊 每次看到他們都覺得 好想跟他們同班喔 但是正位是不太一樣的 他是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能力 讓男生女生都非常喜歡他 還給他一個封號叫做 真的假的 趕快看一下到底是誰喔 你知道美國現在最受歡迎的 男高中生是誰嗎 不囉嗦就是他 再讓你猜猜他叫什麼名字 聽好了 他就默罕默德伊斯蘭 哥 不過虎哥我本來以為 最受歡迎男高中生會是長這樣 或是這樣呀 不過就有網友說 這伊斯蘭看起來有點面熟呀 說我你好 大家都叫我老爹 好啦 你們這些人 人格一秒鐘可是幾十萬上下 沒再跟你們開玩笑的啦 這位在紐約念高中還未成年的伊斯蘭 靠著某樣特殊專長 估計就賺進七千兩百萬美元 天啊 也就是大於二十二億台幣呀 而這果然之處就是炒 股票啦 當大家九歲還只懂得吃飯睡覺時 伊斯蘭可是就開始玩起雞蛋水餃股啦 今年十七歲的他更加碼開始買賣原油 黃金和中小型企業股票 不過他書照念課照上 靠的就是 你以前吃飯不好吃睡覺不好睡 還偷吃別人便當裡雞腿的中午午休時間啦 至於為什麼說他是全美最受歡迎的男高中生啊 告訴你 他的人緣可是宇宙超級無敵霹靂好 因為跟他出去 你一毛錢都不用花啦 人家下課是想要買鹹酥劑麥當勞 他下課卻是帶朋友到超高級日式料理餐廳 想用要價四百美元的昂貴餐點 和新鮮現炸蘋果汁呀 而且跟在他的身邊就是無止盡的狂歡 狂歡和狂歡 還有 永遠有不同的年輕妹妹為熱 這根本就是真實年輕版的華爾街巨郎 而且雖然他還不能考驕照 但他已經買了一輪B&W 雖然他爸媽不准他從皇后區的家裡搬出來 但他已經在市中新曼哈頓租了一間公寓 伊斯蘭更說他接誰來可是打算明年成年後 就要賺盡十億美元呀 不過虎哥我就好奇去挖的事情真相啦 果然發現今天紐約觀察家暴爆料主出 這一切根本都是假 伊斯蘭也承認故事都是他捏造出來的 他還說他老爸甚至妾鬥 想要斷絕親子關係呀 要購入了吧 呵啊伊斯蘭 所以你到底是華爾街巨郎 還是在野生鬼交通呢 報導 在野生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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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生鬼交通